画面中的人叫徐可卫 是广州中山大学孙艺先纪念医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 原湖北医疗队临时党委书记 也是中共19大代表 定居大陆的第三代台胞 2月19号 徐可卫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疫情当前 医学院学生助陪医生应该在一线感受医者人心 这是求知最好的阶段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医生的培养 一方面不单是一个技术上 学术上的培养 另外一方面是他们这种医德的一个培养 要让成为一个有医者人心的后备医生 那我们这样的情况下 在这么一场大的战役里头 他们的身影缺失的 他们就少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2月7号 徐院长率领了131人医疗队抵汉 8号开始援助协和医院西院区 收治重症 抢救危重 24小时照顾病患 这支孙艺仙纪念医院建院180多年 所派出规模最大的医疗队 过去12天处于高强度运转 因为我们来了之后 就是马上要进行抢救的 马上来之后就是要面临这么一些呼吸重症的 所以当时我们一开始应急状态 我们应急 就紧急应战状态 那个阶段 我就是安排了每个帮都有一个重症医学的专家 一个呼吸科的专家 一个急救或者是能够气管插管的专家 另外还有一个内科医生 这样组成一个小分队 这样轮斑倒 就每个班次有重症的病人都可以及时处理 许可谓所在病区设50张床位 其中五位重患日前移转至轻症病区 2月18号有四位病人治愈出院 19号协和习院区新增出院病例30余人 我基本上跟所有的病人都一一的握手 一方面就让他感受到一种温暖 感受到 当然我也从他们的反馈 感受到他对我们队员们 对我们医护人员的服务是很满意的 许可谓特别强调 医生与患者是一对共生关系 患者不应单单看到有医护在疫情中感染 甚至牺牲转变观点 而是要理解绝大多数医护 都在全心全意的为病患服务 同时许可谓也呼吁 医务工作者应当用心用情服务病患 一定要用心用情 我们不管在诊断的阶段 还在治疗的阶段 还在属后随反的阶段 我们治疗后随反的阶段 都用心用情去做好它 对于被滞留在武汉的台胞 许可谓表示 既然有外力干扰暂时不能回去 那就安心留在武汉 在武汉求学工作的台胞 也肯定感受到 当前大陆各方众志成城 战胜疫情的合力与决心 真的中国人民就是一个 勤苦耐劳的 一个吃苦 不怕苦 不怕累的一个民族 所以我想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疾病 战胜 取得最后的胜利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